自2017年起,这部剧集便成为持续热播的精品剧集,深受广大观众喜爱,无疑被视为过去2017年至2022年, 这个区间内的经典剧集,一直以来都是观众心目中不可多得的佳作,这部剧集以其引人入胜,充满悬念的剧情,独具匠心,精致典雅的服装设计以及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,成功吸引了众多观众,得到了他们的热情认可与支持,成为了大多数年轻人心中向往的心头好。 在大量观众对第一部的热烈认可的背后,无疑展露了他们对该剧的极度喜爱和全力支持。 而对即将上映的第二部剧集,众多观众敲手以盼,对此剧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憧憬与期待,表明他们对该剧的未来充满信心与期待,对该剧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与希望。 最近,许多制作公司开始关注将经典作品拍成多部剧集的趋势,这使得一些早期的电视剧和电影有了续集,比如《楚桥传2》。 这部剧集距离第一部已经过去了六年,但是随着相关消息的爆出,它的热度又开始了上升。 人们迫不及待地想看到新的剧情和角色,而这部剧集的制作公司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。 我们期待着这部剧集能够延续第一部的精彩,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。 赵丽颖回归,诚意,毛小彤加盟《楚桥传2》。 续片来袭 有关《楚桥传2》这部优质而备受瞩目的电视剧续集的新闻报道,近年来就像一颗闪耀着璀璨光芒的沙利滑入,浩渺无边的大海般,虽然之前被暂时搁置, 但近期却突然传来了即将重磅回归,开始正式开播的喜讯。 有关信息表示,这部电视剧已经展开了紧张而有序的筹备工作,目前制作方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一系列的事先准备工作, 其中包括了精心挑选合适的演员,细致的定装,有序的排练等各个环节。 此外,值得注意的是,为了给观众带来更加震撼的视觉享受, 制作方还将采取最新最先进的拍摄技术,用尽全力打造出更加精美绝伦,无可匹敌的画面效果。 无论是从剧本质量,演员演技,特效制作等各个方面来看,都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,绝对值得广大观众朋友们的期待。 根据最近的消息,第二部的拍摄即将开始,这意味着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令人激动的故事继续展开了。 同时,我们也可以期待第一部的原班人马回归,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他们的出色表演。 据报道,目前已经确定了三位主演将回归,包括赵丽颖饰演的楚乔,林更新饰演的鱼和斗肖饰演的。 这些演员将再次扮演他们的角色,为我们带来更加深入的故事情节和细节。 虽然第一部《楚乔传》已经上映六年,但是其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依然不减,这也让续集《楚乔传》备受期待。 在这部即将上映的续作中,我们将会看到赵丽颖和林更新再次出演,而他们的表现也更加成熟和出色。 虽然这几年斗肖对古装剧的介入有所减少,但是它的表演水平已经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可。 在那些年,《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》这部电影中,逗肖首次出演男主角,她的表现也收获了许多赞誉。 此外,她还出演了多部古装剧。 这次她将要出演的《燕荀》这个角色也备受期待。 可以说,虽然她的介入有所减少,但她的演技却越来越精湛,这次的支持力度也不会小。 如上所述,四位主角候选人中已有三位回归,只有扮演原纯的李沁未能归来。 谈到李沁,她是以《楚桥传》为奠基的,而且她对于原纯的演艺也是不可多得的。 但是,我们不能只关注她的成就,还需要看到她的潜力和机会。 在未来,随着她在古装剧和其他类型的作品中的表现,我们相信她会有更多的机会去证明自己,展现她的演技和才华。 如今第二部即将开拍,李沁却缺席,这是为粉丝们带来的巨大遗憾。 但是,毛小彤作为新生演员,也为观众带来了惊喜。 她不仅有着不俗的颜值和魅力,更是一位演技出众的演员,深受观众喜爱。 期待她在未来的作品中展现更加出色的表现,也希望李沁能够早日回归,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影视作品。 毛小彤自出道以来,以精湛的演技和出色的气质获得了众多粉丝的认可。 虽然她出演的古装剧不算多,但每个角色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在即将上映的《楚桥传2》中,毛小彤将饰演女儿这个经典角色,相信她的表现一定会让观众们眼前一亮,深深地感受到她所带来的魅力和魔力。 关于肖策的角色,我们已经知道将由近年来发展,相当的当红男星诚意来扮演。 诚意作为90后新生代男明星的领军人物,颜值、演技、人气、流量都很优秀,风评也很不错。 她不仅有出色的表演技巧,而且还是社交媒体上的活跃用户,经常与粉丝互动。 她的加入将为这部电视剧注入新鲜的血液。 目前《楚桥传2》电影的筹备工作已经开始。 虽然主角仍选陆续爆出,但仍有许多关键细节需要确定。 预计电视剧将于今年第三季度启动,小编也是期待满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